她是我国外交部现任发言人中最年轻的一位 刚毕业就能够迅速的进入国家外交部任职 知性 美丽 指挥于一身的她从上台的第一眼 你就很难看出来她已经有了27年的外交工作经验 她不仅是我国第六位女性发言人 也是我国第三十三任外交部发言人 毛宁 1972年 毛宁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市 长大之后 年仅17岁的毛宁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外语系 来到大学之后 面对全国各地的精英 她不再像是那么游刃有余 为了跟上自己的学业不得不放弃大部分的兴趣 自年之后 毕业的毛宁来到北京进入外交学院进行深造 而我国目前现任四位发言人中 外交学院的校友就有三个 可以看出来 外交学院对我国外交部输送了大量人才 在毕业之后 毛宁如愿以偿地考进了我国的外交部 之后 毛宁从外交部亚洲司科员到乐山市副市长 最后到外交部新闻司副市长 毛宁在外交部工作了27年 经过了这27年的沉淀 她已经完全脱胎换骨了 2020年 毛宁转任了乐山市副市长 这是她首次履职的地方 国家为了让干部去基层锻炼 便把这些干部安排到了西部地区 既可以推动当地党员干部的作风 又可以为地方的发展献理献策 这成为了老锡格挂职干部的主要任务 而毛宁上任之后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协助负责乡村振兴的工作 当乐山市扶贫农产品销路不畅的问题上 毛宁积极地去争取基金会的支持 帮助扶贫农产品打开了销路 并且还为贫困地区的儿童捐助衣服 同年6月 毛宁便立即率队 去调研农业产业发展 人居环境整治等相关工作 便指出我们要落实生态文明的思想 优化水资源 积极推进水系联通工程 确保能给解决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当毛宁来到百里产业环县居天台 了解到当地有爸爸菊 柑菊等 18个优质柑菊品种 并且产业年值超15亿元 毛宁便强调要继续完善农业基础设施 进一步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 强化信息服务 促进农业发展 为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做出贡献 同年9月 毛宁以中英双语独树一支的方式 为乐山市开展招商引资推荐 积极地欢迎海内外投资者入驻乐山 希望一起在长江经济带发展和新时代大开发 从年11月 毛宁到马边调研指导教育和疫情等民生实施工作 了解脱贫攻坚及县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之后 毛宁对马边县脱贫攻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了肯定 毛宁希望马边继续下足功夫 坚持问题的导向充分利用资源的优势 把地方特色产业做大做强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为广大群众百姓早日脱贫致富奔小汤 做出应有的贡献 昨年12月 毛宁率队去金口河区就脱贫攻坚商铺环境做调研 在实地调研了大渡河之后 并决定要全力推动景区的发展 并充分发挥景区的一些特点 来吸引更多的人来这里旅游 利用旅游发展为动力来让乐山的百姓们脱贫致富 让百姓走出一条旅游富民的新路子 2021年 乐山市的GDP要比2020年GDP高出202亿元 毛宁的作用功不可没 在乐山工作的两年 毛宁经常深入基层 真心为当地百姓服务 一次 他到美国县调研对口帮扶工作 看望慰问对口帮扶干部人才 一口气 马不停蹄的先后来到洒库乡 牛牛霸阵等 毛宁一刻也不停歇 就是为了帮助对口帮扶工作 想办法出主意 2022年 毛宁一行对老党员进行慰问 并感谢老党员对基层做出的贡献 希望老人能保持乐观的心态 积极面对生活 毛宁与他们亲切的交谈的同时 也鼓励他们克服当前困难 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 在毛宁任职的两年之中 我们就可以看出 毛宁是积极的在帮助乐山市人民脱贫 也是尽到了作为副市长的责任 兜兜转转 他又回来外交部了 2022年9月 毛宁正式成为我国外交部发言人之一 并且是四位发言人中最年轻的一位 在发言人汪文斌介绍毛宁时说道 毛宁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 和良好的沟通努力 其实在之前 有外国记者提问 中国应该要多一点女性发言人 因为女性能给国家更好的外貌和形象 一个讲话好听 长相得体的女性会给国家在国际上争分的 而从我们六位女性发言人身上的履历来看 她是完全承担得起这样的荣誉 华春莹以自己锋芒毕露的回答 不卑不亢的态度 机智风趣的辩驳 总能以强硬的态度回应刁难的问题 而毛宁的发言和华姐风格四有不同 与间隔更是大不相同 后者给人感觉 时刻都会与人吵架的气势 而她则是透着一股子柔中带刚 声音干净利落 落落大方 在她的记者会首秀上 被网友评论新发言人温文尔雅 当被记者提问道 中方向巴基斯坦追加三亿元人民币救灾物资 发言人可以具体介绍一下情况吗 毛宁从容的回答 在灾难发生以来 中方和八方是站在一起的 并会全力以赴提供救灾资源 而中国红十字会也会向巴基斯坦 红新月做出捐款 根据八方的需要 我们还会再以提供一亿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基础上 追加提供三亿元人民币救灾 而且还会让中国气象局向巴基斯坦提供气象预报信息和技术支持 全力落实好各项援助措施 帮助巴基斯坦灾区民众战胜洪水 重建家园 在被提问道 近期中国援助新几内亚 萨摩亚等南太岛国进行建设问题上 毛宁回答道 这些工程项目的开工 是对中方和岛国京城的合作 共同克服疫情困难的结果 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在南太岛国的生动实践中 我们对南太岛国的关系 始终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 是对岛国的援助真心实意的 并不存在任何附加条件 长期以来 我国在岛国大量契合实际需要的援助项目上 为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 也得到岛国政府和人民的一致欢迎 中方将继续坚定不移的 加强岛国各个领域的合作 为岛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 值得注意的是 毛宁长期从事亚洲方向的外交工作 另一位发言人赵立坚也长期在亚洲方向工作 这也说明周边外交 在外交全局中的重要地位 新人新气象 希望毛司能更好地向国外介绍中国外交 讲好中国故事 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 期待听到他铿锵有力的中国好生意 互联系的